第二部分 段落 说明 在这个部分 你会听到几段话 每段话结束后 会问几个问题 每个问题都有A、B、C、D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的内容也会出现在题本上 立题如下 请听这一段气象报道 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各位观众您好 为您报道今天2月11日的天气预测 明天周休2日 各地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适合民众出游踏青 不过西半部日夜温差较大 民众请注意 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形态将持续到15日 从16日开始 因为受到封面影响 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 尤其北部及东半部几率 可达80%以上 第二题 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 A、气温降低 有短暂雨 B、受到封面影响 会下雨 C、是适合出游踏青的好天气 D、早上会下雨 下午出太阳 请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把答案图在答案卡上 每题只念一遍 选项念完后停5秒 就继续下一题 说明结束 第二部分考试开始 请翻页 请听这一段报道 然后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这年头 凡事都讲求效率 尤其是快递公司 快还要更快 但在中国北京 一家公司却反其道而行 做起了慢递生意 这家公司从开张以来 已经收到两万多封邮件 上门的客人将充满情感的信件 托付给这家公司 指定一个投递日 付清费用后就离开 原来所谓的慢递服务 做的是未来的生意 收信人可以是自己 也可以是他人 慢递公司 会在寄件人指定的时间 将信件送达 不过 作为一个消费者 可能得祈祷 这家慢递公司的生意 越做越好 不要在寄送时间到之前 就倒闭了 第26题 这家公司的特色是什么 A 寄送速度快 B 免费寄送邮件 C 只能寄信给自己 D 寄送时间很有弹性 第27题 报道最后指出 消费者该担心什么 A 信被寄丢了 B 信没办法立刻寄到 C 公司生意太好 影响效率 D 到了约定的时间 却没人寄信 请听这个故事 然后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第28题 朱熊熊一开始听到买东西时 他的反应是什么 第29题 朋友从什么角度来回答朱熊的问题 第30题 最后根据朱熊的说法 东西各代表什么 现在请听故事 人们逛街的时候 经常会买一些东西 不过为什么我们要用东西这个词呢 这词的用法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宋朝的时候 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朱熊 有一天 他在路上碰到他的朋友 提着篮子走过来 朱熊问他 去哪儿呢 朋友说 上街买东西 朱熊说 东西 怎么买 价钱多少 那南北能买吗 为什么只买东西 不买南北 朋友笑了笑说 我问你 与金木水火土相配 统称为五行的是什么 朱熊想了想 玩耳一笑 哦 金木水火土 东南西北中 东方呢 属木头的木 西方则属金子的金 金和木呢 都可以装在篮子里 而北方属水 南方属火 水跟火 是不能用篮子装的 所以我们只能说 买东西 不能说买南北 第二十八题 朱熊一开始听到 买东西时 他的反应是什么 A 一头雾水 B 旁征博引 C 胸有成竹 D 手足无措 第二十九题 朋友从什么角度 来回答朱熙的问题 A 货品的产地 B 方位的属性 C 篮子的材料 D 市场的位置 第三十题 最后 根据朱熙的说法 东西各代表什么 A 金和火 B 木和水 C 木和金 D 水和火 请听这一段服务介绍 然后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现在请听这段话 随着科技发达与网络普及 电子信箱 网络银行 社群交友网站 即线上及时通讯 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重心 举凡信件往来 生活写真 公司业务 甚至财务资料 多半都储存在使用者的网络账号中 但这种需要密码才能登入的网络服务 一旦使用者突然死亡 他原本受个人账号保护的各种隐私 是否可能曝光呢 死者的家属是否有资格取得这些资料呢 为了解决这些疑虑和考量 不少经营代管网络账号的公司便应运而生 使用者可以在缴费之后 将各种密码存在管理公司的资料库 也可以像分配财产一样 指定不同的人继承不同账号的密码 一旦使用者过世 公司透过律师、家人确定之后 就会将这些资料交给使用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 或是一指示关闭账号 第31题 人们为什么需要这项服务? A. 因为无法消灭网络病毒 B. 因为不知何时面临死亡 C. 因为不了解网络投资的风险 D. 因为想知道自己的账号是否被盗用 第32题 这项服务的重心是什么? A. 帮客户做好电脑备份 B. 协助客户淘汰很少使用的账号 C. 让客户随时能和家人分享资料 D. 帮客户将账号资料当作遗产处理 第三十三题 客户使用这项服务时 哪一个是对的? A. 可以免费使用 B. 可预防电脑中毒 C. 密码只能给同一个人 D. 可请管理公司代为关闭账号 请听这一位生态学家帕梅森所提出的主张 然后回答下面四个问题 第34题 帕梅森提出什么方法来拯救动植物? 第35题 帕梅森为什么想透过这个方式来拯救动植物? 第36题 为什么不少生物学家反对帕梅森提出的方法? 第37题 学者们认为帕梅森的方法比较能拯救哪些动植物? 现在请听这段话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动植物因为地球暖化 气候改变而无法继续生存 针对这个问题 帕梅森提出一个多数生物学家都认为不可行的方法 也就是帮助生物迁徙或是移植 帕梅森指出 这个方法尽管引起争议 但很可能是拯救许多冰临绝种动植物的唯一方法 他说 地球上有不少物种无法适应气候变迁后的环境 但也没办法离开居住地 迁移到适合生存的地区 要拯救这些动植物 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由人类帮忙迁徙或移植 但是 有不少生物学家认为 这个做法太过天真 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独特的生态系统 一旦引进新的外来的物种 就很可能大幅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 破坏平衡 我们当然可以将一个冰临绝种的动物 迁移到一个适合生存的环境 但如果这个动物在当地没有天敌 可以不断迅速地繁衍 就会大量掠食当地的动植物 反而造成其他物种的灭绝 同时 也有学者指出 帕梅森所提出的方法花费非常大 到最后 一定得优先考虑具有经济效益的物种 换句话说 还是以人类的价值观来衡量 决定先救哪一种物种 没有办法顾及到所有冰临绝种的 动植物 也无法有效地改善问题 第34题 帕梅森提出什么方法来拯救动植物 A. 设立保护区 B. 减轻暖化现象 C. 帮动植物搬家 D. 改善当地的环境 第35题 帕梅森为什么想透过这个方式来拯救动植物 A. 因为最有功效 B. 因为十分经济 C. 因为能顾及多数物种 D. 因为对生物界的伤害最小 第36题 为什么不少生物学家反对帕梅森提出的方法 A. 会破坏生态平衡 B. 会影响气候变化 C. 人类会大量捕杀砍发动植物 D. 拯救这些动植物无法改善环境问题 第37题 学者们认为帕梅森的方法比较能拯救哪些动植物 A. 能自行迁徙的动植物 B. 经济效益低的动植物 C. 没有绝种危机的动植物 D. 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动植物 请听这一段和脑细胞移植有关的研究说明 然后回答下面四个问题 现在请听这段说明 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显示 一个生命体的脑细胞若移植到另一个生命体 可以存活到另一个生命体老死为止 研究员因此指出 脑神经细胞没有固定的寿命 这项研究结果对于人类脑神经的移植 即如何应用在阿兹海木症或帕金森氏症的治疗 深具意义 研究人员利用家属进行这项实验 小家属的寿命平均只有18个月 而大家属寿命通常是小家属的两倍 研究员先取出小家属的脑细胞 然后植入60只大家属胎儿的脑部里 接着让大家属长大 直到他们年老垂死 剩下寿命预估不到两天的时间 研究员再观察他们的脑部 研究员发现 实验里的大家属可完全正常的成长 而且年老时没有产生任何的脑神经问题 虽然他们的脑细胞较多 但是却没有比较聪明 另外 在大家属死后 小家属的脑神经依然活着 科学家因此推论 如果脑细胞是移植到寿命更长的生物 小家属的脑细胞寿命也会跟着延长 第38题 这项脑细胞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什么? A. 脑细胞的大小和智商高低无关 B. 脑细胞一出生就已经发展完备 C. 比其他细胞更快速地进行态患 D. 存活的时间不受躯体存活限制 第39题 研究的结果在哪方面深具意义? A. 脑神经医疗 B. 脑年龄诊断 C. 脑中风治疗 D. 脑功能检测 第40题 研究人员如何进行实验? A. 先培育脑细胞 再植入小家属脑中 B. 将小家属的脑细胞 植入年幼大家属中 C. 将成年大家属的脑细胞植入小家属中 D. 将脑细胞植入寿命只剩两天的小家属中 第41题 关于研究中的家属 下面叙述哪一项正确? A. 大家属的脑神经逐渐微缩 B. 小家属的寿命比大家属长 C. 大家属没有实验后的后遗症 D. 小家属的脑细胞和大家属一样多 请听这一段 第44题 说话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第45题 这篇报导指出 一旦发生交易纠纷 对主国能怎么做? 现在请听报导 欧洲的非官方研究机构发表 南半球跨国农用土地交易报告 文中提问 以开发国家或当地的投资者 应该购买开发中国家的农地吗? 外国投资者宣称 自己购买的是闲置土地 因此 当他们啃植土地开始生产时 全球粮食产量也会跟着提高 尽管投资者宣称 交易一切公开透明 但仍让人质疑 面对贫困的压力和现金的诱惑 土地交易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允许穷人 卖肾脏给出价最高的买家 我们却允许穷人卖掉他们赖以为生的农地呢 更何况 这些农地所生产的粮食 根本不提供给当地人 而是只供出口 农地的买卖尽管已经有很多侵权的案例 但是受害者到现在仍是投诉无门 2001年 某咖啡集团强硬驱赶乌干达几个村庄的村民 建立大规模咖啡种植园 到现在 这些被驱赶的村民不仅未获得补偿 甚至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不论是乌干达或是该集团的所属国 都受到国际公约的保障 该集团的所属国当年还是这个公约的推手之一 这样看来 我们可以指望当地地主 能从这些投资者手中获得更好的补偿吗 第42题 南半球跨国农用土地交易报告 提出了哪方面的问题 A 跨国贸易衍生的纠纷 B 跨国农地交易的合理性 C 投资者购买农地的权利保障 D 农地交易能否有效提高粮食产量 第43题 投资者对于跨国土地投资的看法是什么 A 宣称可增加全球粮食产量 B 可以让提供农地的国家免遇饥荒 C 有助于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准 D 能解决地主国粮食生产不足问题 第44题 说话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A 应该开放贫穷国家的土地买卖 B 贫穷国家想脱贫的心态可以理解 C 土地交易存在太多强欺弱的问题 D 开垦荒地将对当地环境造成伤害 第45题 这篇报道指出 一旦发生交易纠纷 对主国能怎么做 A 主动中断投资计划 B 只能选择赔钱了事 C 得先诉诸国际舆论 D 无法为自己争取权益 请听这一段矮林祭典的故事 然后回答下面五个问题 现在请听故事 矮林祭典是赛夏人最重要的祭典 举办的时间大约是农历十月 赛夏人称这祭典为巴斯达爱 相传在很久以前 有一群居住在山里的矮人 身高只有三尺 但臂力很强 擅长法术 所以赛夏人很怕他们 不过由于矮人能歌善舞 所以赛夏人每年到了丰年纪 都会邀请矮人一同唱歌跳舞 只是矮人却趁这个机会 侵犯赛夏族的妇女 在祭典过后 赛夏人才发现 族里许多妇女都怀孕了 因此赛夏人越来越怨恨矮人 直到有一年的祭典 矮人又调戏赛夏族的妇女时 恰巧被赛夏人看见 赛夏人决定给矮人一个教训 于是他们暗中埋伏 在矮人回去的路上 设下陷阱 让矮人们一个一个 跌落深渊而死 矮人伤亡惨重 只有两人幸免于难 这两位矮人 知道是自己旧游自取 便决定离开 离开前 还将祭歌与舞步 教授给赛夏人 只是赛夏人 虽然除去了心头大患 内心却感到不安 于是开始祭祀矮人 安抚他们的灵魂 希望化解彼此的仇恨 从此以后 就在秋收东藏之际的 月圆夜里 赛夏人不断地唱着 跳着 邀请矮林归来 再次与赛夏人同乐 并在歌声中 请求矮林的原谅与赐福 第四十六题 根据故事 为什么赛夏人惧怕矮人 A. 因为矮人暴躁异怒 B. 因为矮人善于巫术 C. 因为矮人擅长打仗 D. 因为矮人非常团结 第四十七题 赛夏人用什么方法报复矮人 A. 掠夺矮人的土地 B. 设计陷阱杀害矮人 C. 让矮人的妇女怀孕 D. 使用巫术让矮人惧怕 第四十八题 矮人对于赛夏人的攻击 有什么反应 A. 以牙还牙 B. 忍气吞声 C. 忍走他乡 D. 摇尾起连 第四十九题 为什么赛夏人要举办这个祭典 A. 庆祝战斗的胜利 B. 祈求仇人的谅解 C. 悟念族里死去的战事 D. 将族中妇女献给矮人 第五十八题 这个祭典什么时候举办 A. 春耕之后 B. 夏仲之后 C. 秋收之后 D. 东藏之后 C. 秋末之后